现在勾到最后一个空间 在这个空里勾短针 这样这一圈完成之后呢 在最后一针上挂上机要扣 一样的方法 侧边穿过来 内侧扣出针目 勾完之后 你也可以检查一下 从机要扣的第一针 数针目 一二三四 到最后一针是第四刹针 就是对的 这样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换这个勾针了 把勾针上的这个线圈 带大 勾针放到一边 拿出这个粗索的勾针 穿到这个线圈里 现在拖过来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 粗索的勾针 编制这个包身以上部分 那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圈 给它连接起来 勾引发针 看一下引发针的勾法 勾针穿到第一针里 针的上边是一个辫子形状 穿过的是这个针目 接着勾针绕线 把线勾出来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引发针的勾法就是 前面的线 从后面的线圈里 直接勾线过来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引发连接之后 看一下这个变化 前面的线 从后面线圈里 直接勾线过来 这样给它连接 连接完之后 在这个后边 它会形成一个小辫子 和这个针目上的 辫子形状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辫子 要把它给收紧 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 引发之后 小辫子收紧的这个方法 我们这边左手挂线 是属于控制这个线的作用 像这样给它绷紧 然后拿着这个包底 右手的中指 按住上面这个线圈 将这个线往右上方提 这样给它拉紧 看一下这里 小辫子的变化 观察一下 这样往右上方提 这样提线的时候 这个小辫子就收紧了 如果说这个方法 你没有掌握的话 那再看一下 我们勾针上挂的这个线圈呢 可以这样拖动这个大小的 像这样稍微拖大一点 然后我们捏着这个线 这样给它拿着 然后往后边这样给它拉紧 再看一下这个变化 那这样这个呢 也收紧了 然后再把线拖过来 这个呢 就是引发之后 小辫子收紧的这个方法 刚开始学习的朋友呢 可以多联系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勾这个第二圈 接下来的第二圈和第三圈 勾法相同 每一圈都是42个段针 也就是在我们 这个第一圈底部的 帧数基础上 每帧里勾一个短帧 好 首先呢 勾一个变的帧 勾针绕线 从勾针上线圈里 勾过来一个变的帧 这个变的帧呢 是作为短帧的起立帧的 它是不算帧数的 也就是起立点高度 再去勾这个短帧 好 接着我们取下第一圈交扣 穿到这个第一帧里 帧的上边是一个辫子形状 穿过的是这个帧目 接着勾针绕线 把线勾出来 勾针上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就是第二圈的第一帧了 在这个短帧帧目上 夸上记号扣 好 我们这里呢 是换了这个粗头的勾针 接下来的编织呢 就正常去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接着下一个帧目 穿针过去 绕线勾线出来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你看在线圈勾过来的时候 这个线圈呢 它就自然的形成 因为底边要穿这个孔 这个大头的勾针呢 是穿过去的 所以我们带线的时候 要给它往上带 换到这个粗头过程的时候呢 我们就手劲均匀的 去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接着下一针里 穿针过去 绕线勾出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第三针 下一针 穿针过去 绕线勾出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你看线圈勾出来之后 往这边一穿 这个线圈自然形成 就这样均匀的 去进行勾织就可以了 绕线勾出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好 那接下来我们勾制的时候呢 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每针里去勾一个短针 每针里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那勾的方法呢 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把剩下的这个针目 每针里勾一个短针 一圈呢 勾到这边几尾处 再看一下讲解 这里呢 已经给大家演示这个勾法了 后面就是重复部分了 大家自己呢 先勾好 勾到这边 第二圈勾到最后一针 取下最后的绕线扣 勾短针 这样这一圈完成之后呢 在最后一针上挂上记要扣 勾好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织片 这个矛钉的这一面 突出来的方向是面向我们 勾完之后 这个织片如果是 在这个方向往上卷的话 我们要给它折过来 折到对面 整理一下 因为这个是包底 矛钉是突出来的 包身的方向 这样往上进行变质 方向一定不要反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圈呢 给它连接下来 勾引把针 穿到第一针里 绕线 勾出引把针的勾法 前面的线 从后面线线里 直接勾线过来 你看一下后边呢 都会形成这个小辫子的 我们要给它收紧 这边的线 给它这样绷紧 然后拿着纸片 中指按住上面的线 往右上方提 这样拉紧 或者直接这样 捏着线 给它拽紧就可以了 再把线拖过来 接着我们勾这个第三圈 还是42个短针 首先呢 勾一个变的针 勾成绕线 勾成上线圈里勾过来 这个变的针是作为起立针的 取下第一针记要扣 在第一针里勾短针 好 撑到第一针里 绕线勾出 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三圈的第一针 刮上交扣 下一针里 撑针过去 勾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第三针 下一针第四针 下一针第五针 那第三圈的勾法和第二圈相同 就是在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一圈呢 勾到结尾最后一针 就是第42张了 大家把这个第三圈勾到结尾 再看一下讲解 第三圈勾到结尾 取下机要扣 穿到这一针里勾短针 在最后一针上挂上机要扣 和第一针连接起来 穿到第一针里 绕线勾出 勾引把针连接 然后拉紧 三圈勾好之后 看一下这个效果 第一圈在包底空眼上 勾一圈短针 第二圈第三圈 三圈完成之后 这个织片呢 会像这样往里收一点 这个是正常的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勾 包身花形的第一圈 花形第一圈勾完之后 这个针数是有增加的 所以这个包身的形状呢 会像这样再往外来一点 接着这个水桶包的形状 所以我们就继续 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 在数这个圈数的时候呢 就从包身花形的第一圈 往上去数这个圈数 那这里的三圈呢 就不用加在一起 去数圈数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花形的第一圈勾法 首先勾针绕线 从勾针上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一个变的针 做一短针的起立针 取一下低针机要扣 穿到这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针上挂上机要扣 下一针勾第二短针 这样两个短针勾好之后 我们回到第一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是穿上面的 这个针目了 看一下从正面看 这个表面上看这个纹路呢 这里也是像一个V的形状 也就是在第一个短针 这个底部 这个针角地方 这里会有个小孔 在这里穿针进去 进行编织 那看一下演示 勾针回到第一个短针 底部的针角地方 这样穿针进去 然后绕线 勾针头这样卡住线 把线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 这个线呢 给它提上来往上带一下 那包身部分 在编织花形的时候呢 为了这个花形勾出来 整齐好看一点 然后这个线 你看是有个宽度的 那么带线出来之后 这个纹路呢 要像这样平整就可以了 如果说线是这样 扭过来的话 那你可以重新勾这一步 好 这样整理一下 带出来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针的入针位置 这里是我们勾的 第二个短针的地方 上面有一个斜过来的线 束手在上面的 这是第二针 在第二针 这个底部 顺着往下移 底边的针角 然后再顺着往下移 这个底部针角 在这里穿针 所以这个位置呢 一定要找好 你在找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跳过下一针了 这样你看 和我们勾的这个地方 它这个距离相差比较大了 在第二个短针 底部针角 然后再顺着往下移 底部针角 在这个地方 这里呢 它虽然说不是一条 非常直的直线 然后形状的话 它只是稍微 有一点倾斜 像这样 好 找好位置之后 我们就在这里穿针 勾针就穿到这个孔眼里 穿针进去 然后绕线 如果说觉得不好绕线 你可以用手 把这线送到过程头底下 也可以将线勾出来 这个线往上带一下 像这样平整就可以了 带的这个高度 大概是在这个边上 轮廓的上边 像这样 好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然后绕线 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就是第一组 画线的勾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开始的这个编织呢 第一针位置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一 二 两个短针勾好之后 回到第一个短针 底部针脚地方 穿针进去 带线出来 也就是写过来的这条线 接着下一针 在第二针 底部的针脚 再顺着往下移 底部的针脚 在这里 就是包底轮廓的边上了 穿针进去之后 然后再带线出来 这样形成一个 写过来交叉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第一组画线了 那由于原来 我们入针的这两针的位置呢 勾完第一组画线之后 上面针母就变为三针了 增加了一针 所以这一圈 这个画线勾好之后呢 这个帧数是有增加的 那么你这个第一组 画线勾好之后 接着下面的组数呢 在进行编制的时候 就会好勾一点 有一个参考位置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二组的勾法 接着我们就看这个 接下来这个针母 穿到下一针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二组了 好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 勾第二个短针 这样两个短针勾好之后 我们还是回到第一针 这个底部针脚 在这里穿针 勾针回到第一个短针 底部的针脚在这里 穿针进去之后 然后绕线 勾线出来 线往上提过来 那这里是平整的 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 像这样一个高度 然后接着 回到我们第二个短针 你看它这个上面呢 是有一条 写过来的线 竖着在上面的 这样 这就是第二针 第二针往下移 这个底部的针脚 然后再顺着往下移 在这里 上面呢 你看是二三两圈 它刚好是在第一圈 底的这个边上了 然后参考我们前面 第一组的这个花形 就在这条长线 你看这个长线 中间呢 它这里是间隔一针的 这就是一针 然后在这个位置 勾这个长线就可以了 那找好位置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孔里 穿针进去 穿到这里 然后绕线 勾线出来 这个线给它往上带 勾线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 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就是第二组 那看一下 比如我们刚刚 入针的这个 一二两针的位置 勾完第二组的花形之后 你看上面呢 这里就变为了 一二三三针了 这就是第二组 增加了一针 好 这样习过来 交叉形成的这一针 那接着我们来勾第三组了 紧接着就看下一个针目 穿到下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 第二个短针 两个短针勾好之后 还是回到第一针 这个底部 你看这个表面上形状呢 它也是像一个位的形状 在第一针 底部的针角地方 这里穿针进去 回到这一针 穿针进去之后 然后绕线 勾线出来 线往上带 然后还是回到第二针 你看 第二针在这里 上面有一条线 第二针 底部的这个针角 然后再顺着往下移 这个针角 它这个呢 形状的话是稍微有一点点倾斜 好 像这样 当然了 你在找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找到下一个孔 你看明显是下差比较多了 仔细的看一下 第二针 底部往下移 再往下移这个针角位置 和前面这条长线 参考一下 中间是间隔一针的 好 线往上带 如果说这个线 你看是这样 你有过来的不平准的时候 你可以